68岁的李克强错事引发网友的沉重哀悼 此刻最悲痛的人是他66岁的发妻称宏 虽然他几乎从来不与总理丈夫公开露面 也很少出镜很少接受采访 却被誉为李克强的软实力 两人于1983年结婚 今年正值他们结婚40周年之时 然而却痛失爱人 这期影片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神秘低调的总理夫人程鸿教授 李克强和夫人程鸿的成长经历及背景都有几分相似 两人都出生于干部家庭 两人都是学霸 都有知青下乡插队的经历 两人都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 都是博士 都精通英文 李克强是安徽定远人 1955年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 父亲李凤三曾任安徽省凤阳县县县长 李克强中学进入安徽合肥市第八中学学习 1974年高中毕业下放到安徽定远县九子村 一个农业公社工作了几年 也正是这段当农民的经历 李克强对农民的疾苦非常心痛 他说 我也当过农民 我知道农民有多么不容易 城鸿祖籍山东 1957年出生于河南郑州的一个干部家庭 父亲程金睿 后来担任过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 再后来担任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室顾问 是一位副部级干部 母亲刘亦青曾是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 在这个家庭长大又红又专 父母给他起名成鸿 他后来将红改成红 则是丰富多彩的七色 当然这是后话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 成鸿于1974年从郑州期中提前毕业 之后他到河南省甲县插队 后任生产队长 被誉为公社五朵进化之一 当年曾和他一起工作的女知青回忆称 成鸿虽然是干部子弟 但为人亲切平和 没有一点骄横之气 能吃苦仍恨实在 1977年高考恢复后 成鸿考上了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同一年成鸿将自己的名字由鸿改为鸿 他也迎来自己的丰富人生 1982年大学毕业 毕业后到清华大学兼修 在这期间经朋友介绍 与在北京大学就读的李克强相识 两人于1983年结婚 这一年李克强28岁 成鸿26岁 大学毕业后 成鸿在北京经济学院外语系任教 也就是后来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 而这时的李克强是北京大学团委书记 1987年英文小说 《尊命大臣内阁大臣海克尔日记》出版 这是一部BBC讽刺剧改编的小说 挖苦的是西方文官制度 成鸿当时读了就觉得很有趣 于是翻译成中文 然而没有出版社想出 李克强非常支持妻子 骑着自行车带着妻子和书稿 一家家去扣开出版社的大门 1991年春风文艺出版了这本书 然而这本书在李克强当上国家总理后 成了一个梗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后面会讲到 李克强是恢复高考后 第一批考进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 先后获授法学学士 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的博士论文 《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 孙野芳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 而成鸿的学术成就丝毫不比丈夫低 后来成鸿在中国社科院攻读博士 1995年 成鸿到美国布朗大学 做访问学者时 首次接触自然文学 回国后为推荐自然文学 在杂志上主持专栏 并翻译出版相关领域的名著 他与三连书店合作 前后用十年时间翻译出 多部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著作 形成一从 像低营的荒野 清零的未解 醒来的森林和遥远的房屋 2000年成鸿获得博士学位 次年晋升正教授 十年四十四岁 在生活上两人都很简单朴素 早年他们在团中央 机关宿舍里按家时 家中几乎没有什么家具 李克强当总理后 他的一条旧皮带 引发网友的热议 而成鸿一边抚育女儿 孝敬老人 同时潜心学术研究 李克强总理 给人的印象就是 亲民平实 作风务实 谦虚接地气 他的夫人也非常的平实低调 他不希望欺贫富贵 他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 认为那是一个 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 那时老师们淡泊名利 学生们在课间谈论的是 王维的诗歌 他说 作为高校教师 我们应当重新拾起 属于文人那份 对学术的崇敬 结对于智学的执着 好的教学是知识的自然流露 只有老师不浮躁 才有可能培养出 学风踏实 做人端正的学生 承宏两度被学生选为 学校我心目中的实家教师 但是许多人都不知道 他的丈夫是谁 有一次 一个副省长的女儿 考上了承宏教授的研究生 副省长很高兴 带着女儿来见承宏 而且要请承宏和他的先生吃饭 承宏说 我爱人很忙就不吃饭了 副省长还是不放弃 还是要请承宏教授两口子吃饭 承宏说 我爱人真的很忙 副省长又一定不高兴了 说你老公是谁啊 再忙能用我一个副省长忙吗 承宏无奈地说 我丈夫真的没时间 他是李克强 后来承宏的一位学生回忆 当时我们不知道 承教授的先生是谁 我们只知道 承教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学者 比如他在翻译心灵的位界时 碰到很多鸟的名字 有的连字典上都没有 为了一个字 查阅英文字典 汉语字典 大百科词典 瓷海 瓷园 及各种中英文 鸟类字典和图册 这位学生说 当时我们就知道 跟着这么一位导师 做学问不能混 他自己不混 你做他的学生 你好意思混吗 正是学者的认真 谦逊与广博 让承宏广受师生尊敬 也让他成为李克强的软势力 首读经济贸易大学 校方一直有意 提拔承宏担任系主任 甚至更高职位 但都被他拒绝了 他没有任何官职 李克强在2008年 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也是中国近20年来 最年轻的一位副总理 此后 陈宏就不再受可 专门做研究 李克强2013年 接替温家宝出任总理 当时就有外媒报道 中国新任总理 可能正在向市的部长学习 如何应对阻挠的公务员 这要归功于他的妻子 果然后来李克强 在任期间 立推检政放权 削减不必要的 政府审批事项 当时外界对李克强夫人一无所知 也没有什么关于他的报道 直到2014年5月 陈宏准备陪同李克强 出访非洲四国知己 新华社首次发布了他的照片与背景 这是陈宏首次以官方情势 陪同丈夫进行的外访活动 被誉为李克强的软实力 李克强夫妇也是第一次做客 博客天下杂志 陈宏上了封面 当时李克强这样介绍陈宏 这是我爱人 爱人 这是一个上辈人所常用的词汇 略显老派 但非常温暖 关于陈宏的资料不多 但是从流传出来不多的资料里 可以看出 她是一名知识女性 文青气质 说话也很文艺 比如她说 自己体会到的生活态度就是 真正懂得人生的人 是为了欣赏而赶路 她还说她推崇的 梭罗的人生选择 走一条 在沿袭自然 体验自然之中 探索生活真谛 寻求精神升华的道路 她还说 和你一同笑过的人 你可能把她忘掉 但是和你一同哭过的人 你却永远不忘 李克强 陈宏夫妇育有一女 女儿北京四中毕业后 到哈佛大学留学 之后回国 2023年 李克强卸任 2023年 也是他与陈宏婚姻 40年周年纪念 如今 妻子同时丈夫 女儿同时父亲 满天的云 是不能相守的一片叹息 当他们母女看到 和飞满肩满眼的鲜花和悼念 或许多少也是一个慰藉 这里是有耳工作室 我们下个故事 不见不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克强卧